很多朋友都说啊,我拍的视频不够全面,那么今天呢,就给你从头到尾的,来一遍,就专门治那些嘴硬的人,随便找一个,随便找一个手镯,随便找一个手镯啊,来看一下,是冰冰的手镯行不一样,新的,马上我就给它包巾,包完巾以后我就把它给拆了,那让你们看一下,到底是手工包的还是机器包的,好的朋友们,手镯呢,已经拿了位,下面我们在包巾之前啊,特别有的人说啊,我包巾呢, 是这一个,敲的时候不是,我们在包巾之前,先给它收上去,好,来,来三锤吧,一锤,两锤,三锤,新新的手镯啊,大家可以看一下,新手镯,我给它来了三锤,现在开始包巾,包巾呢,正式开始,来看一下这个锅子,我刚才敲的有印子,三个印子,里面的字页我们还没有去,我们现在在包巾之前,先称一下它的颗重,现在的颗重是25.4颗, 马上我们预备,大概是包上去一刻以内,马上包完以后,我们在火炸,火烧,水炸,给大家再整一点,看效果 现在打开我们的水门,开始进行,好了朋友们,手镯我们最后再看一下,这是我刚才锤的三个印子,就这个手镯,马上我们放进高清缸,开始包巾,包完进一锅,我们火烧,水炸,走一遍 好了朋友们,包巾已经结束了,包了多少斤,也让大家看了,对不对,不到一刻黄金,来看一下是不是,刚才我砸的这个手镯,大家可以看一下,砸过去的印子还在,对不对,有没有换手镯,很多朋友说,我拿手工包的,到机器来讲, 那么今天,我煎着并炸,煎着并炸,来试一下,先看效果再说,有的朋友说,包上去,碰一下就可以了,我们使劲炸,来看一下效果,把它干成这个样子,你看有没有烙,花的多么多,一刻都不到,我让你效果体验一下,来,磕一下,碰一下,来看一下磕碰的效果,有没有,有没有烙银,没有吧,所以来说,很多朋友都说, 这个机器装着不行,或者说,包不来是假的,还说嘴硬,你嘴不硬,怎么可能会过抬杠,对不对,你不懂不要急,你不要装弓,你装弓的话,会被同行指笑的,知道吧,来看一下,里面是不是赢的,别说,我拿个黄金的手镯在这里,搞,看到没有,马上我们火烧一下,看一下,它是不是一层皮,好的朋友们,现在呢,桌子已经放在这里了,我们现在把它烧一下,看一下整体的效果, 哎呀,要把它烧红了,有人说,说烧红看不出来,我们现在把它烧红,烧红了没有,能不能看到烧红了,看把它烧漏一点,把银子烧出来, 哎呀,我们把它烧化一点,小的别说烧的是黄金,看到银子了没有,把它烧吃了,来把它再撩一下,来看一下效果,来朋友们,第一镜看一下,看一下有没有起泡的地方,看到没有,看到金皮了吗,来刮一下,刮一下金皮,给大家看一下,放个大鸡驴,来给它来个特写,哇,那个鸡驴太厚了,包了人间就这么说,刮一下,还是,看到没有,黄黄的, 来看一下松露的地方,这个金皮已经自愣了,看到没有,看到金皮了吗,然后这是消化的银子,别说我拿个黄金在这里测试,是不是,事实胜于雄变,